杨幂自从离婚以后 她的感情生活依旧被网友关注 只不过这一次除了刘凯威 很多人都和她扯上关系 李一峰为大勋如今更是和谢霆锋又传出绯闻 一时间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杨幂出生于北京 很小的时候 她就被儿童影视表演培训班录取 与周星驰和六小灵童都曾有过合作 也算得上是童星出身 2001年15岁的杨幂成为了瑞丽杂志的签约模特 在此处做了一年后 杨幂又被荣幸打影视公司签约了 正式进入影视公司后的杨幂在17岁那年 拿到了这么多年来 梦寐以求的剧本出演了红粉世家 之后因神雕侠侣这才渐渐走入大众视野 2008年杨幂的演艺事业开始高速发展 先前期侠传三让杨幂彻底一夜走红 杨幂也因此捐粉无数还成为了四小花蛋 资源扑面而来人气也越来越高 之后公所心欲更是让杨幂从此成为一线女星 然而在事业巅峰期杨幂却与刘凯威结了婚 婚后还生下了爱的结晶本该过招幸福的生活 但这段婚姻最终并没有维持很久 因为女方和男方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男方中间又经历了夜光剧本 最终两个人还是走到了离婚 而离婚后的杨幂事业越来越好 同样关于她的争议也从未间断过 自离婚后关于杨幂的绯闻多得漫天飞 和弟弟为大勋的瓜石不时地上个热搜 主角没承认也没澄清具体情况也不得而知 然而如今杨幂又和谢霆锋闹出了绯闻 有关两人拍拖的八卦新闻满天飞 因为与杨幂与谢霆锋两个人感情比较好 而且走得相当近曾经是粉丝与被崇拜者的关系 杨幂一直追捧谢霆锋 杨幂当初也曾调侃表白你当初为何不取我 很多人总希望他们之间会发生点什么 就连两人的昔日亲密照也相继被扒出 直到谢霆锋亲自辟谣大众这才渐渐闭了嘴 谢霆锋这次的正面回应也算是给这个风波画了一个句号 杨幂只不过是把谢霆锋当做自己的偶像而已 并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也希望两人都能越来越好 对此你们怎么看的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